除了多鼓励结婚之外 还要多鼓励国人生产报国 为此内政部还特别提供了 100万的征求奖金要吹声口号 而今天评审委员就公布了 前20名入委口号 其中声就对了 还有为二而声几句 因为简洁有利朗朗上口 声获评审的青睐 不过有民众就吐槽说 光好口号是没有用的 改善经济才真的有效 内政部花百万 中金要选出鼓励国人生小孩的 创意标语 前20名入委口号出炉 声就对了 为爱而声 还是有子有女就是好 到底哪一句最让人想声啊 好运好运的 为什么 就叫福气吧 这个宝贝幸福加配 有人喜欢这个 有人偏好那个 不过要从29000多个 投稿征选的标语中 筛选出20个入委者 评审可是伤透了脑筋 我的印象中有一则是还蛮好笑的 就他说 他写的是阿飘 点点 你不生我怎么投胎啊 第一次初选 所以我有选他 之后来到了在第二轮的时候 就有点考量到说 那这个如果放在公车上啊 或者是会不会吓到人 有一个翻案成功的 像老爸老妈我准备好了 今晚就看你们表现了 大家再想一想觉得还蛮好玩的 也换个角度来说 的确啊 那个对那个可能要出生的那个 小baby来讲的话 我早就准备好了 就是你们这些大人 每天在那边东想西想 不肯生我 只不过内政部鼓励声誉标语的 这项美意 劝有民众大大吐槽 会不会鼓励你们 就是真的小声少海 其实我不会 为什么 除了口号没办法 就是要改善我们的环境 920个作品在8月将po网票选 预计9月1号公布 不过能不能成功催生 内政部也不敢打包票 女士新闻 全云金杨晴明台北报道